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人说这支队伍可能是一个低配版的三星 但其实我个人不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就三星看起来的话 现在来说他们的下路已经是比较强了 但是Handsama以及他的辅助来说的话 能在EU整个比赛里面打出优势的局数并不是特别多 没错 那WE的话其实在日维赛阶段表现最为抢眼的 应该说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的打野康蒂了 在这边比赛开始之前他有一些话 要对我们说让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MSI的时候跟闪电狼还有TSM已经交过手了 所以这次分组的话 因为之前有打过嘛 所以说就相对而言熟悉一点 所以就觉得这次分组挺好 刚刚康蒂表示了说这次分组还蛮有资讯 对 蛮有资讯的 因为这个队伍的话我们之前有讲过嘛 其实抽到D组的话真的也算是上上千了 而且现在就上一场打完了之后来说 其实WE的话想要跟闪电狼和TSM比的话 真的会是更加好看的比赛 而且他开始已经说了 就这一次的分组里面 其他两个队伍是比较熟的 但是就MSI来说的话 因为他是第一次出演在世界舞台上的 所以我们对于他就世界赛上的一个认知 还不是特别的深 对的 还是一支比较新鲜的队伍吧 可能说到之前的话 S6里面有一支叫SPY的队伍 大家会有一点点印象 其实MSI和当年的SPY 是属于同一个位置上来的 就是打一个 就SPY那个时候打三号种子 然后这边的话 MSI是一个就是说亚军的身份 以第一积分 然后进入到就职业总组 在一个二号种子 但是位置一样主要 是因为他的常规 比赛大概只有一个第六名 第五名的位置 对的 但是在季后赛的时候 他们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前期实力 这一点和WD来说的话 WD前期的进攻节奏 并不是特别的频繁 应该说 WD的进攻节奏 只要看康蒂前面顺不顺 就是康蒂一旦前期顺起来 他的进攻节奏 也是非常猛烈的 对的 没错 那这场比赛马上开始之前呢 刚刚康蒂已经讲过话了 这边我们也是把镜头 交给Misfits打野 看看他要跟我们说些什么 对的 我比赛马上比赛 我比赛马上比赛 几个星期前 但是,在他比賽後,在他做什麼,在看他比賽, 我認識他的壞性和力量,我認為我可以避免他 講道理,他已經給了康蒂最高的評價 在野區你發目的時候也厲害,在線上抓人的時候你也厲害 請問一個打野還有什麼時間? 還有什麼時間可以誇的? 打野的時候還能搶龍 對,還能搶龍,這點他忘記了 不過他剛剛誇了康蒂之後,其實又誇了自己 就是說,雖然他這麼強,但是我能打過他 其實在整個Misfits來說的話,一般他們都是圍繞著中國來的 圍繞著Power of Air來的 一般來說,如果不在中國打出優勢的話,他們是很難贏下比賽 對,那現在看到W其實他們就是圍著上下來 和一般的隊伍來說不是特別的一樣 那看一下這邊是Misfits也是馬上這次全球總結賽的第一次亮相 最近我在觀察Misfits上單RUNK的時候應該也是有觀察到 他的Carry型英雄用得非常好 而且他在排位裡面的勝利次數非常的多 而且這一場的話,我覺得比賽的整個節奏應該會偏快的 大家可能會選一些進攻性英雄會比較多 包括中路的志願型英雄也是會比較有一個大的爭執 而且這一局比賽應該說對於WB來講 他們前期的節奏會顯得尤為重要 因為剛剛宇童有講到一個點,就是說在整個夏季賽常規賽裡面 Misfits前期只要落後的話 後期贏得比賽的只有三局,非常的少 就只要他落後,幾乎 他在運營方面使用翻盤的次數非常非常少 一般都是對面大事物,他才有機會翻 所以說WB只要是抑制住對方這種前期進攻的一個打法的話 基本上是獲得勝利應該是把握比較大 沒錯,相信這兩支隊伍對他們的對手也是非常的瞭解 那我們接下來這一局比賽相信有個非常的好看 現在選手已經準備就位,讓我們把鏡頭交給解說起 好的,觀眾歡迎回來今天的第二場小組賽 也是第一組的一場焦點賽 由LPL的三號種子W戰隊 對上來自LCS EU的二號種子Misfits 也就是這個我們平時說的小兔子戰隊 其實兩支隊伍各位可能對Misfits沒有那麼瞭解 最多可能知道他們的雙C 一個是Power of Evil 因為這位選手是從XPK法王手中接過了他的法杖 一直打到今天 另一位Handsome 因為之前拳頭為他拍過一個個人的宣傳片 從那個片子裡我們知道他除了長得帥之外 他換話畫得還特別好 換話好 而且AD打得也很不錯 那今天的話 評論系列我們帶來的一個分析 就是這支隊伍在LCS EU的常規賽 只拿到了一個第六名的成績 但是在季後賽當中 卻平静著幾場前期的快速比賽 淘汰掉了一個進入世界賽的大熱門 VOL進入到了決賽 對 他們的上單和輔助的一個英雄池 非常具有進攻性 上單的皇子 藍博 下路的機器人 然後陳時這幾個英雄 他還會玩泰坦輔助 主要是他所有這種耐勾 他都玩 對 是的 再加上這個隊伍 剛才評論系列我們說到 他們的絕對核心就是中單選手 Power of Evil Power of Evil的話 他的一個英雄池 玩球的英雄非常厲害 發條 另一個就是辛德拉 這兩個玩球的女性角色 他用的特別的好 尤其是他發條 用時光加納士智亞 就差不多玩得出來 但是好像最後那場比賽 好像並不是特別的樂觀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那場比賽 他其實並不是特別重要了 可以玩出了這樣的一個套路 是 但無論如何 我覺得今天對於WE來講 作為自己消财的第一個對手 一定不能小失他們 在剛才賽前採訪中 我們也聽到了 來自Misfits的打野選手 Max Laurie說 他覺得康比 是非常棒的一名打野選手 但是他自己也不差 我 大龍姓夏 相信大家在收看了入圍賽 最後面對YG的連搶兩條大龍之後 大部分人都知道 大龍已經姓夏了 一條還不夠 那就兩條 對 今天在我們的現場 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熱情的觀眾 來到了現場為LPL的隊伍加油 當然我剛才也看到了 有幾位舉著這個小兔子登牌的粉絲 我覺得這種特別好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能夠來到現場 支持自己喜歡的隊伍 為自己喜歡的隊伍加油吶喊 突然搶龍 剛才好像有位觀眾 用筆畫了一個康比說 這一屆除了兔子之外 我知道還有一個閃電狼 還有其他跟動物有關的戰隊嗎 之前在入圍賽的話 有幾隻隊伍的對標其實是動物的 比如說Diarove 他們的對標也是個狼 動員狼 但他們是 然後包括像之前我們提到的 在入圍賽階段 沒能進入世界賽的這個HKA 他們的圖標是個小龍 是吧 龍珠的圖標也是個龍 但是龍珠那個龍 看起來更兇一點 是 隔園知識庫 主要是因為 有小動物對標的隊伍 大家聽說挺喜歡的 有吉祥物 對嗎 包括之前Lion戰隊 那個對標是個獅子 是 Lion的那個對標是個小獅子 那今天 W的首發輔助 依然是上的Ben Ben跟大袖子的下路組合 其實我覺得 在面對Hansoma跟Ignor的下路的時候 我們最大的優勢 其實是 在Misfits的下路組合 他們最多玩的 其實是 剛才小彩提到 這種提供控制的功能性下路 對 因為兩個選手在打團的時候 更多的就是幫助隊伍去提供控制 幫助隊伍去開團 但是我們自己W的下路 其實在Carry的下路組合上 玩是非常非常多的 是的 就防守發育 然後後期發力的這種組合 玩得非常多 包括其實 這麼長時間以來吧 我們一直在講 Misfits算是一支新秀隊伍 他們在今年的春季賽 通過大家非常熟悉的打野拳手 卡靠 是進入到了頂級的LCS EU的聯賽當中 在夏天是以第二名的身份來到世界 但是這次世界賽 是他們全隊第一次的這個世界賽經驗 對於Misfits這個隊伍來講 更多的我覺得還是以學習為主 但是在面對WE的時候 他們能否把自己的東西打出來 好 這有一個非常大的旗幟 然後我們一起拼到底 來看一下今天的第二場對決 藍色華W率先頒的就是 Power of Evil的招牌英雄發條魔靈 那Misfits這邊的話 辦了當前版本必辦的卡利斯塔 沒錯 機器人 機器人 果然完工的英雄 對 我們幾個鍵提到的全辦掉了 確實也是防一手 Misfits快刀斬亂拔的這種陣型 對 沒錯 那看一下Misfits這邊怎麼限制 還是頒下路啊 但是對下路可能會再多兩個搬了 我覺得隨時 既然搬了機器人的話 那麼隨時會放的可能性也會比較低 看一下WE會不會搬掉這個英雄 我覺得球穩一點 第三手可以搬黃子 如果自己不搶的話 對 球穩一點可以搬黃子 真的中 上野好像也都會玩這個英雄 是的 搬了大 把大耳搬掉了 是要把發揮非常好的Hanz的一個大耳 也是讓我們看到了一齣一推五的好戲啊 看一下Misfits的最後一手搬人 版本強勢的話 現在黃子還在外面 包括WE非常擅長的AD大嘴的體系的大嘴也在外面 還是搬了大嘴 那這樣黃子亮出來了 我覺得這個板子可以一搶黃子 AD方面是不用招機器的 對 黃子是可以搶 其實套裝的英雄還挺多 都像豬女啊 黃子啊 我覺得黃子有限級高 黃子有限級高 對 黃子有限級更高一點 對 一搶黃子 主要是拿到了黃子就像達到了主動拳 是的 會更進攻性 他也不想放給MFF 那看Misfits這邊怎麼搶 其實以他們的性格 我覺得他們很有可能先來說把錘石打下 怎麼說 搶的點還蠻多的 就中間這邊也可以搶 然後ADC的話其實也不用那麼搶 不用著急搶 是的 捷斧搶的大概就對了 不過這一盤浪沒有了 現在一手小炮 大重粉會可能也有那麼一絲 可能會在第三手會拉出來 這盤我感覺他前面前兩手的話搶的意圖不大 他更多的是緊藏一下自己的戰術 對 針對了W的下路 然後拿下了露露小炮這樣的一個萬斤油的一個組合 對 而且這個組合最大的好處 其實是對線比較黏糊 其實很難壓制到這個組合 對 它線上比較的油 對 而且到了後期 可以看到剛剛那一把 後期實在是到了六神裝五神裝的時候就太猛了 W要拿自己非常擅長的加里奧跟黃子體系了嗎 還是果然騙了一手 還是騙了俠 畢竟對方的AT目前特別的靈活 如果現在選加里奧的話 他怕被抓得住 他怕被搬掉這個俠 因為其實現在ATV已經搬掉了兩個英雄了 對 但是他必須得果然地拿下 那麼輔助可能會稍微的留一手 有沒有要搶的中單 哦 直接拿下了很不錯 他也怕風里被搶 也是W表現非常不錯的一個下路組合 沒錯 主要是雖然對面拿了露露 但是主要是怕風里在第二陣子被搬 對 怕風里拿不到 那麼這一局下面的搬peak的話 可能更多要針對中路了 看 MISV這邊第三手 我就要拿打野了 MISV這邊不拿打野 其實九筒和豬妹都在 對 對 他也可以留一手 因為他們還是要拿過的搬 還是要拿過的搬 還是跟進版本 跟進版本的一個選擇 被迫拿了一個豬妹 拿了一個豬妹 那麼在前夕的話 我覺得這兩個 單個人的一個搬peak 其實都還不錯 都拿到了自己想拿的英雄 對 就看第二階段 MISV如果研究過W的話 應該會知道 在所有隊伍裡 搬W第二手搬得比較多的 尤其在劉中上情況 一個是腿哥的一個肾 包括剛才我們提到的柯加斯 還有一個就是中單西葉的這個蛇女 和勒芙蘭這兩個英雄 果斷搬掉了劉原所說的蛇女 那我覺得W這邊的話 我應該要 芯特拉如果沒有做這種反針對的話 要搬一下 MSV有第一手搶人的一個資格 我覺得芯特拉是 被搬的可能性確實還蠻大的 就或者故意放給MISV的芯特拉 然後自己 果斷還是搬掉 我覺得搬掉 心裡踏實 對 現在其實就是中路的一個搬 針對於上路留下的英雄 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多的 是的 但是POWER OF EVO這邊還有一個口袋選擇 其實這個選擇他我覺得有可能拿 就是我之前一直在講的中單的Other黃姬 這個其實是POWER OF EVO的一首隱藏英雄吧 就看看W這邊怎麼應對了 搬掉了聖槍 也是爐希葉 對吧 搬掉了一手 聖槍有啥 這蠻少見的最近 這樣搬的話 我會認為他中單可能想拿炎雀這樣的英雄 搬的中單的家里奧 自斷一手啊 對 那看MISV的這邊第四手 而且現在還有一個若鋒 上一局一直在講的卡薩丁也在外面 對 卡薩丁其實也是 西野玩得比較好的一個英雄 對的 不知道這一場 我覺得可能會成為一個真場位 MISV的這邊如果搬得太多了 這麼拿我覺得可以先搶蟲子 哦 飛機 要拿飛機嗎 大蟲子這個點 飛機的話 那麼我覺得 按我的理解其實卡薩丁可以拉 卡薩丁對飛機的時候 他的Q技能再加上他的一個被動 其實還是蠻有力的 但不知道W是不是有預留的一個戰術 準備去拿其他的一個體系 那麼現在上路的話 像大蟲子 勝 大樹等英雄都在 上路是肯定不愁的 好打飛機的英雄不多了 對 我覺得看馬看西野的一個想法 對 發條蛇女都上了半位 打飛機的選擇 如果想拼一下的話 關鍵是炎雀 拼一下就是炎雀 想拼前期節奏的話可以選炎雀 對 拼一槍就是炎雀 炎雀雀 但W這個陣容選下來 我覺得不是拼節奏 應該是拼一個中期打團 對 如果說拼打團的話 那麼卡薩丁會稍微的好 是不錯這個選擇 哦 要選妖姬 還是要選自己最自信的英雄 要打樂福 那麼就用妖姬來打你的飛機 要正面最高 對的 果斷選擇下來 這樣 Mr.The最後一手 在上單位面對大樹 柯加斯依然可以選 然後包括之前我們提到這個 阿芬瑞比較喜歡的上單巨魔 上單出沒嗎 這個應該去不了 亮一下吧 我覺得這個亮一下吧 我覺得應該是亮一下啊 阿木暮的話 這個可能性會比較小 柯加斯還是柯加斯最好 這個板子裡 大蟲子再加朱妹的一個組合 跟剛剛閃電囊的組合一樣 那這樣拿完之後 其實Mrs拿的陣容非常貼近版本 這五個英雄應該是我們 來到世界賽的新年一般版本 最常見的五個點了 其實這三個英雄拿下來 再加上等於剛剛TSM的下路組合 一個結合 融入了精華 其實這個組合選完 我覺得第一比較踏實的 對於W這邊來講 就是對面沒出花板子 對的 這個是比較踏實的 因為在硬實力上 我們是有理由相信 W肯定是要領先的 是的 那只要對面沒有出花板子 出了一套常規制 W只要把自己該打的打好 就可以了 還是比較舒服的 對 但現在其實MFF也就跟剛剛的閃電囊一樣 他要往後面拖 那麼就看W的進攻更加猛一些 還算MFF的一個防守更加猛一些 對 就看W周野的一個節奏 對 而且中野的英雄搶度在前期領先很多 是的 勒芙蘭加上皇子 比起飛機加中野來講 節奏人的搶太多了 就下路是軍事的 上路兩個肉沒什麼看的 那這一盤就看中野 W能不能帶齊節奏 誰能夠開啟 上路應該蟲子稍微強一點點 蟲子推現舒服 對 無論如何 這場關鍵的焦點戰 W在世界賽十六強小子在階段上的首秀面對 有一個對我們不太有利的數據 就是昨天的比賽當中 所有入圍賽殺出來的隊伍都輸了 但是我相信今天 我們要相信W W應該是能改寫這個數據的 當然我覺得對於MFF來講 他們第一次參加世界賽一定也不希望在第一場就落敗 我覺得我們不能小觸他們 因為你不知道兔子會不會露出他真正的療養 而且兔子養人很疼的 他對你小的時候養過兔子嗎 我小的時候養過兔子 兔子養人非常疼的 是的 我覺得這也是他們的寓意所在 我雖然萌 但是我咬人就是疼 而且他們那個兔子是戴眼罩的那種 就看起來凶凶的兔子 對 忍者兔 比賽開始 飛機這邊中單面的勒夫蘭直接選擇一個大個瓶 而且雙方中單帶著TP 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是 這一把小炮是帶了一個生物之盾 阿俠則選擇了多藍劍的一個出門 對 但他們的露露呢 又是帶著雷霆加點火這種線上比較有壓制的 然後又出了個上午前 有點奇怪 就比較中庸的這種中和了一下 中和的出發 用露露來補充一個線上的一個弱點 然後再用小炮來打一個發 這場比賽的競猜是全場比賽結果 我們看到89%的觀眾都支持WG戰隊 而在Misfits這邊剩的獎勵倍數也有6.95 接近7的一個獎勵倍數 已經過來 看到這個眼這眼排掉了 這個賠你這個也太高了 很舒服 現在經濟領先10塊錢 而且西葉這邊拿掉這個眼 其實兩個人還分到了一點經驗 有經驗 都是上半區開始開 下路的一個組合的話 我還是覺得霞的一個推薦能力 前期是比較有優勢的 而且霞是帶著一個多藍劍 對的 對 會稍微的更加的快一點 這樣的一個組合 那麼豬女跟王子前面 還是有機會在下路對上的 是的 也是和戰術目標一致的是 W這邊中也是帶了兩個雷鐵 沒錯就是前期盡可能的大爆發 對的 霞霞這邊過來很兇 看一技學的什麼 有霞霞的一個雷霆 往前壓制了一波 其實這波中路的支援雙方都很關鍵 兩個人帶的都是傳送 這波壓完之後 W感覺是要選擇放線了 感覺要被搶二了這波 對要放線了 風女盾也給打出來 這波會不會搶二 這波好像還有機會 能夠稍微 風女盾沒人之後 往前再壓一波 這個二級的話 W這邊要選擇讓點 是的 霞霞的一個壓制 就是還是蠻兇的 直接把風女給打成了半血 對 霞霞確實抓住了 風女沒有盾的一個間隙 找到很多機會 對 可以看一下雙方打野 都在慢慢地逼近下路 霞霞非常時序地 往三角草叢放了一個假眼台 不過你還別說 這盤雙方下路都很難幹 這樣回來的印記 是彈射到了飛機身上 耗了一點點血 我覺得這局的下路六級前 豬妹這邊抓W這邊還是有機會的 倒六之後這個組合 完全不怕打野過來了 其實 對 可能更多的是要看兵線了 這 對 這兩個英雄都不是那麼的好抓 因為 怎麼說呢 有露露和風力保護的這兩個英雄 只要把視野做好的話 我覺得下路 起火的一個可能性會比較的低 對 我覺得還是看前期中野 對 中野去野區入侵的話 應該會很舒服一點 所以說中路的一個推線權 讓我們多關注一下 希葉能不能把周路的推線權 把握在手上 但是康底已經被發現了一個位置 好 這一波的話 上路大蟲子已經放上了一個假眼 看到了黃子 但是位置不是還是 撤得很快 對 撤得很快 大蟲子這邊對線對得很好 對的 而且這大蟲子是個多藍界的蟲子 對 多藍界的蟲子打出了 GT武器的V的一匹藥 不過還好的一點是 這一波黃子的支援 能讓大樹可以有一個空線的機會 是的 大蟲子也有一些位置 因為他的眼放在那個位置 所以黃子進了野區之後 寶玉手有自己一個石頭人吧 對 他其實會有比較大的一個壓力 因為他不知道黃子在哪裡 是不是在翻角草叢陰著 這樣朱美來到上半區 給了AlphaRate更多的機會 可以上線跟大樹對線 沒錯 現在其實兩邊的打野 也包括上中下路 其實全部都是在發育 並沒有什麼火花 飛機的血量也比較健康 選擇了一波進攻 W1 打出了傷害 再一個Q技能 打出了一套 F1這邊的一個腐敗水 喝光了 對 下路抗力這波來了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在等 應該是沒有眼位 看一下露露的一個位置 露露這邊的話 走位還是比較安全的 不太好在這邊 小炮有W 小炮這邊不好抓呀 不好抓不好抓 還是很穩健的 不太好上 大修在這邊往前 怼了兩下 放了個眼 打下來了 打下來了 直接給EQ下來 這一波 但是下了一個倒勾 是被閃現給躲掉 所以說沒有擊殺 沒有辦法 但已經很精彩了 已經很精彩了 這是硬抓了一個閃現 對的 抓了雙招 本來在我們的視角裡 這波是很難抓到東西的 但是會硬抓了一個閃現治療 康麗這個EQ放得很好 他先是黃金盛盾減速 在你火箭跳躍的時候 再放一顆二連 這種預判 其實對於黃子來說 我覺得相對來說 還是有點難的 真的很難 如果慢一點的話 對 看著EQ可能就空了 是的 因為黃子大家都知道 他的EQ失敗率是非常高的 對 這拼了一手 對 康麗又來了 但是他知道 那個草叢是有眼的 他只能夠 這波又來很可能是想反蹲 這波只能反蹲 對 蹲一手 W下路把線給推過去 因為 因為這一波 俠的魔法制已經不多了 可能要稍微的保一下 不能讓他們被抓 裝路這邊的話 飛機的一個TP 可惜 蟹也先打了出來 這一波技能沒有能夠命中 一技能被躲掉之後 妖姬的傷害大打折扣 飛機的TP交完了 對 妖姬還有一手 這四分鐘已經打出優勢了 蟹現在是領先一個TP的 對 領先TP 但是這一波也做不了太多的事情 對 裁量水量沒練到 他只能回來了 這一波應該沒有什麼任何的干渴機會了 飛機這一波兵也能夠完完全全地吃到 那中路的推線權這麼重要的情況下 W下一個戰略要不要侵略一下對方的一個藍buff 就等一下對方他藍buff的一個時間卡住 然後搶這塊藍 看一下妖姬這波的走向 他在魔法之不多的情況下 選擇吃一個果實 然後繞到上路 不過吃了一口 等一下自己藍吧 很難 因為妖姬這波沒有 沒有特別多的一個傷害 而且主要還是 字母哥這邊上路打得很激進 對 他這個眼位就沒斷過 一直在想辦法來避開W可能到來的幹渴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層子現在很難搞 其實看前面的一個運營 我們會發現 MSF在每條線上的警惕心 還是非常長的 對 就像分析台賽前我們帶來的數據 打這個隊伍 你前期穩住的同時 中希一定要能發力 沒錯 中希拿到優勢 這個隊伍的中希烈勢運 是不太會做的 這邊卡一個時間點 搶了 先拿這個藍buff之後 我是覺得可以嘗試逼近一下對方藍 不過妖姬的大招運完可能要等一下時間了 看W這邊想不想把節奏加快一些吧 如果想加快一些 可以等就是康蒂出來之後 直接轉下路對方的一個藍buff區域 這邊康蒂回家也是買了一個容渣的打野刀 現在兩邊打野刀 康蒂這邊經驗稍微落後了一點 畢竟在前面是關顧過一波下路 應該是少兩組石頭人的經驗 應該是 因為中美這邊又把石頭人給刷掉了現在 MFF的一個發育體系已經在慢慢的奏效 妖姬在眼衛支架回程被直接轟炸了 那我覺得這個藍buff的話 W這邊應該沒機會去侵略了 他第一可能入侵不了 而且希烈這一波的節奏被稍微的拖了一下 而且下班去的一個視野W是沒有的 所以說想冒著河道的一個風險 因為對方藍buff也需應該是不可能的 對 而且康蒂的位置現在也被MSF給掌握到了 那這個藍buff如果讓飛機成功打下的話 前期的一個發育節奏 MFF是非常想要這種情況的 是的 現在飛機第一個裝備出到了隱魔刀 那麼邀機希烈想要做到更多的事情 會有一定的難度 康蒂在下面徘徊很久了 主要是因為在紅buff附近就已經被看到了 所以MFF這邊的下路非常有預警 根本不會往前 對於W1來說 我覺得現在可能要等一波 中期的節奏了 現在好像都做不了太多的事情 可以等一波 就是W1很擅長的那種雙TP包下 沒錯 但是對面也是有雙TP的 只是相對來說 W1的進攻性會更強一些 而且飛機現在TP也快賺好了 放了個RR在河道 正好捕捉到了朱妹的位置 對 現在飛機的TP肯定是等到進行一個反蹲的 他不會主動的去交交這個TP 一定是你邀機叫TP 然後飛機跟大蟲子一起交 對於MSF來說 他們也很清楚知道 邀機會進行一波很關鍵的感覺 那麼我用雙TP來進行一個反蹲 這是我的一個打法 踩上去做兩個眼 然後再以極限的時間回到印記上 做兩個上半區的一個眼 那下半區的一個視野 W是選擇完全放掉 其實可以看一下這把視野上面 MSF在左邊 右邊都是不滿的眼 對 現在西夜的一個位置被封鎖得非常的狠 對 就它防止你做這種前期快節奏的中野聯動 尤其是在中野都有跨越地形能力的情況下 這種眼位是最保守也是最放心的 就是我把你能過的強我全做好眼 你別想繞我眼位 MSF這波也被雙方的眼位都很給力 現在沒有人可以做事情 但這樣從陣容看來講 對W是不太有利的 對 MSF發揮到後期會更強 中期的話 W還是有比較強的一個印象能力的 Condy回家出了一個熔渣的待到 還是要保守一下 畢竟這一盤來說的話 對於Condy來說其實壓力蠻大的 因為對方雙C都很難捕捉到 對 所以說他的一個坦地就很困難了 看一下這一波 念到了應該能打出一個W 雷霆打出來 還不錯 沒有那麼的虧 直接把導彈包給打掉 其實妖姬的血量也不是很健康 那麼這一波又不能做太多事情了 Condy又往下路 這一波要利用雙TP進行一波Gank嗎 我覺得是這樣的 看大叔已經在縮在塔下了 想打一個位置差 但這一波的線有點差 這波不能上了 這一波Condy應該是 Condy應該意識到 朱妹在上面去 所以說下路這邊的話 W可以壓線 但是如果你上了在塔下 4打5還是打不過 沒啥機會 主要是W這邊下路也是一個發育流的 他沒有什麼PG的能力 中央這邊對拼 西亞這邊的話被打殘之後 RR擋了一個導彈 西亞這邊操作還是很細膩的 他在殘血情況下 RR把飛機的那個導彈給擋住了 沒有讓自己的血線更低 對 是的 這一波操作非常犀利 現在對於W來說很急 想要去做一些事情 但對面的防守做的有點太過的固若驚湯 而且現在西亞這個TP不敢交 不敢交用來回線 一定要找一本TP去打的機會 因為他一旦回線的話 那麼就沒有進攻的節奏點了 對 現在需要看的是西亞的第一件 這個科技槍刃 什麼時候能做出來 這件裝備妖精一旦拿到 對於他去抓人是非常有幫助的 前期的一個小爆發就能打出來了 對 現在關鍵的是第一條龍刷的 並不是特別的 怎麼說呢 激烈吧 不是很戰鬥 對激烈 如果說是火龍的話 我覺得W1會更加主動一點 小龍刷新的方面是站在MISFACE這邊的 沒錯 這波NOVEMO 還是那句話吧 我覺得任何隊伍可能 只要能夠來到世界賽16強的舞台 對我們都不可能去說 就說這個隊伍確實滿弱的怎麼樣 我覺得任何隊伍都有可以戰場 W1在 W1在也暴露了不少的東西 可以給到MISF針對的機會 對的 那麼現在 我覺得自於W1來說 他們也很有自信 拖到後期能夠有一個更強的運營 我覺得 雖然說陣容上面往後期打不是那麼的友好 但我覺得在個人能力上面 團隊能力上面還是有一定的信心的 是的 W1這邊憑藉下路的一個推線 然後把這個核當事業給爭奪回來了 對 沒錯 那爭奪回來之後 這個瘋龍我覺得 能有機會打就打吧 因為這個時間點 W1現在 現在 遭遇戰是有優勢的 我覺得對於W1 現在拿瘋龍的一個關鍵點在於什麼 會變成一波5v5的大團戰 那麼你要做好接這個團的準備 而且有十足的信心 雙方才敢打 下路消耗了一波 露露是直接變陽變掉大舊子 這波打得不錯 平凡的一個推線 但是 中野的話也沒有配合下路 做一些事情 對 現在應該 W1還是要等待一下 希葉的一個科技槍 就是科技槍 而且確實這兩波籃 也沒能入侵到 Powron Vivo這個籃補得很舒服 不太好抓 這樣打下去 一旦拖到飛機的三項出來 然後小炮第一件大件出來的話 Misfit這邊就有一戰之力了 就正面就可以懟了 對 我覺得可能現在要等一個什麼點呢 就是第一座塔 現在康蒂決定第一波龍 希葉這邊裝備出來了 這個瘋龍是可以打的 最關鍵的是 朱妹的一個走向被康蒂預判到了 Misfit應該是要讓掉了 這個瘋龍應該不太能管了 對 他下路的一個視野 他也沒有一直去爭奪 來 跳過來 打一套路頭大招頂鎖機飛 這一波有一點看能不能夠拉到 可惜直接被躲掉了 GP要中斷 TP全部要中斷 四個GP全斷 這一波的話是一個TP的對話 這波 還是讓Hansama把那個 爆炸火花的四下A出來 刷新了火箭跳躍 對的 如果剛才沒刷新這個火箭跳躍 他起碼還得再交個閃呢 雖然兩個TP換兩個TP 但對於Misfit來講是最舒服的 因為沒有GP之後 可以更好地去發育了 對 就看這波康蒂了 康蒂這波蹲在草的前面 這波是三打三 但如果抓不住路 還是老問題 如果抓不到路的位置的話 小炮是真的很難殺 對 還是不好殺 這邊趕過來 四打二 看到了 看到之後Misfit這邊終於也趕過來 對的 這一波 大骨力不能出手 可惜沒有什麼機會 那麼腰肌的位置被封鎖之後 中路可能要形成一個推進的一個節奏 這一波 有點機會 看能不能抓住 他們在演 W1這邊在演 看能不能夠給到機會 接著抓露露 露露被閃現 上海的戈子上 大招在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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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露 沒有打的 大招並沒有好 那麼軍旅這一波大招也被化解了 終於拿下第一滴血 哇 康蒂這邊真的蹲了很久啊 太有擔心了這波 終於是抓住一個機會 兩波動位下路建立非常大的一個優勢 是的 而且目標很明確 就像小閃剛才說的一樣 你一定要先解決露露 是的 一定要先解決露露 而且這個露露剛剛是沒有大招的 對 當然我覺得 印那反應也很快 他在康蒂騎著落海的一瞬間 就把產線交來躲一球了 非常快 他其實有多少準備了 非常快 瞬間交閃 但是大招 可是無法躲掉 是的 而且瘋女孩球穩 給上了一個大招 在這波撤退的時候 閃現得非常果斷 對 而且Max Laurie的這個QR啊 丟得也有點隨意 這波大招的拿下一血很舒服 但 就反思一下的話 如果小炮第一時間反應過來 把康蒂推走 那有可能露露能走得了 而且我覺得另一點是 露露離那個地方遠一點 其實就好了 對 還是套完W之後離得有點近 導致自己被抓掉了 還是鬆懈了一點 沒有想到皇子蹲了那麼久 因為AD跟輔助的位置 其實都是在視野之外 對 他們以為他們撤退了 但是康蒂竟然蹲在一個 很難出現的位置 很舒服 這樣隨著下路直播擊殺 康蒂也有機會來到上面 把俠谷先鋒給鎖定下來 Solo掉了之後 諸美之妹沒有趕過來 成功拿下俠谷先鋒 在第一塔沒有掉的情況下 這個俠谷先鋒是一個天大的福利 就看撒在哪裡了 能不能夠拿下這第一座塔 我覺得撒在下路是蠻不錯的 下路是最有機會 對 主要是W現在的話 下路是有推線權 因為有推線權的話 冷不定再來一個俠谷先鋒 很舒服 沒錯 看一下裝備啊 這一把在17分鐘 僅僅有一波的一個交戰 下路都是出到了第一個大箭 是的 但是在Misfits這邊 主動的PowerVivo已經出到了三項 來看一下這波野區碰到康蒂 主美Q過來沒有大招出手 康蒂還是成功的一顆跑掉 還好啊 MSF三人成虎 直接進入到野區 要拔掉這個藍霸服 沒有辦法 這個藍霸服應該是沒有任何機會了 下路打得很兇 直接泡了一套小炮的血 回身的皮克斯長相是減速到了 Mystic 真的是有驚無險 剛才主美如果嘗試發大的話 沒有閃現的康蒂真的量一半了 定住可能就要走 剛才那波 對 但是康蒂的反應速度也非常的快 還好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MSF這把對妖技的限制 確實做得非常好 那個眼位是幾乎沒有斷過的 對 兩邊合到眼位都沒斷過 齊夜又來了 這波又被發現了 但是能抓嗎 直接強行進行一波刷 大招丟下去也沒有用 露露瞬間被秒殺 抓死了沒有閃現的露露 同時把小炮的閃現劈出來 這個醫學塔還能拿下 拿下醫學塔 那麼黃子的峽谷先鋒 可以再拿一座塔 中路或者下二塔 我覺得可以嘗試下二塔 我覺得可以解放楊全推二塔 看一下黃子的一個走向 他沒有選擇拿 先把魔掌娃反掉 放了放了 還是要放了 還是要放了 因為慢了一點但放出來了 但是這一波還是應該 其實不用也拿了 沒有想到的是 沒有想到沒人手 終於和AD回首的這麼慢 對 那就吹掉了 夏虎先鋒可以滿血 撞一波 這波高地 這波高地要給一波 這波高地 但是希葉的狀態不是很好 這波高地我覺得要揮手 我覺得應該是讓他推一下 希葉沒有藍了 我覺得揮手是最好的 這時候回家 他們要讓夏虎先鋒撞一下 漂亮 漂亮 推了兩座塔已經收益很高了 對的 那麼康底 然後妖姬和希葉 終於把節奏給打開了 是的 藍buff拿下 下半區的一個地圖 目標全給拔走之後 W這邊的話可以轉上路了 而且這樣打最大的好處 是解放了957 957本身對線面對大蟲子 在抗壓非常不錯的情況下 防禦塔的血量還是落後的 而且會被推掉了 但是這樣打完 957可以換到下面 而且對面是沒有二塔的 957非常舒服 隨時可以支援 同時對線也沒有壓力了 那麼現在 就看雙方的AD走向 可能要在上路過 好像一個Q 差一點點 剛才還有沒有看錯吧 好像還有一滴血 一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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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是一滴血 這一波他只是說 怒怒的運氣太好 正在死神手上走了一招 可以看到 藥姬的一個傷害已經具備 對面的脆皮 現在危險了 不過現在W還不能放鬆警惕 一定要把節奏牢牢的破在手上 現在節奏能否加快 就要看ADC了 我覺得要看下路 一定要趕緊轉到上路去 轉中路是沒有意義的 對 因為飛機的一個手塔能力 不能轉中路 要轉上 再加上野區的 我覺得豬妹還是很難推 轉上路 再利用自己的推線權 壓制住小炮的一個節奏 是最好的 那麼是否W可能上 要轉線 要轉線 希葉這邊來中路 來中路了 但是上路 上路鼻線現在壓力有點大 是的 要一起轉上 看一下他們的意圖 首先要守住小炮和露露的一波進攻 這一波好像弄了個破綻 直接讓露露和小炮拿下了這一座塔 那麼只能選擇 那這樣的話直接退中吧 這樣的話直接退中路 對 只能選擇逼中路了 俠的傷害非常高 飛哥也趕過來 這本要正面5打5了 小炮和露露也在趕來 大蟲子被留住 妖姬直接練住 有機會 漂亮 一套控制鏈 就扣死了大蟲子 然後靠地 流人 踢出了周邊的一個展現 沒錯 這樣剛剛趕過來的阿芳瑞 什麼都沒放出來 直接被一套控制鏈定死 而且這一波團打完 對方的中路一塔 應該也是守不了的 是的 中路一塔沒了 妖姬這邊拿下兩個人頭 團隊人節奏打得還是挺快的 這一波團隊才在 在防守上路 還是進攻中路之間 出現了一點小小的猶豫 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講 打得很緊湊的 就即使猶豫了 或者說就是故意放給你的 主動去 就5個人集合推你中一塔 因為你露露和小炮 趕過來的時間 會相對來說比較慢一點 對 因為局始方面的話 上路一塔和中路一塔 完全不是兩個量級的 沒錯 那麼中路一塔拔掉之後 我覺得現在對於西葉來說 是到處都可以跑 可以帶節奏了 畢竟有手TP可以亂飛 下條龍是一條瘋龍 兩條瘋龍來說 對於大B來說也是收益很高的 看著還是三馬就一個人 先過去下一波 你看沒有機會 而一直連到車上了 是的 還有三馬這邊反應很快 沒有給西葉摸到的機會 對 其實對於WP的陣容來說 瘋龍還不錯 因為有風力的加成 再加上這些人有積極的跑位 那麼17會比較的舒服 我覺得這個陣容現在 只要小心一手 小心一手 利用這個大蟲子去秒龍 秒這個大龍 其他都還可以 目前這個局勢 是的 但是MSF 打大龍的速度還是 如果說是 等雙C成形吧 等雙C成形的話會很快的 等雙C成形的話會很快的 這個雙C成形有大蟲子在 沒錯 我覺得只要看好大龍的話 會減少很多的一個 給對面的機會 當然最穩的肯定是 下一波能不能自己找到機會 再擊殺完之後 把大龍自己給鎖定下來 沒錯 下半區是風龍 所以W把更多的進攻中心 全都放在了上半區 現在康尼開始 清理龍坑附近的視野 看一下 W這邊有三個掃描 那麼在長時間之內 大龍的視野 是要被W被搶下來了 想通手和線 但沒什麼時間 那這樣的話 這條風龍 W應該能暗然打下 兩條風龍對於轉線和 大樹強開團的一個腳步來說的話 都是有很大提升的 沒錯 很舒服 這樣兩條風龍拿下來 第三條龍 看看是什麼 還是一個風龍 其實三風龍也很猛 三風龍對於正面的 黃子和大樹來講 都非常的好 對的 看一下這個衛星來開 漂亮 直接框上兩個人 直指露露 先把露露給點掉 露露和小方同時死 露露這邊拿下WK了 這邊靠近的保護 拉開一個距離 這邊的話 對方的一個前排要留住了 吹一包內套 接收穫三沙塔下的大蟲子 只能瑟瑟翻頭 這一波可以直轉大龍 新鮮的一個大龍 還不是很肉 我覺得這波黃子的開傳 真的開得非常穩 而且在剛剛MSF是沒有黃子的視野嗎 竟然被這樣赤裸裸的給開到了 本準很 就是抓2次露露的 沒有閃現的一個時機 就閃現的時候直接蓋露露 他蓋到了露露 隔斷了小炮 讓對面兩個人都無法逃脫 是的 這波康底的操作非常的優秀 出起來了一波大節奏 24分鐘 WD 拿下第一個男爵 哇 在24分鐘 這一波男爵拉下來 MSF 將會面臨一波非常糾結的推進 心機瞬間拉到了5千 這樣上午的伊塔 應該也可以繼續帶掉 對 沒問題 MISS DIG現在的輸出 拉塔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而且中期跳 他馬上會需要經濟的吸野身 拿到了5個人多 噢 這個紅都搶到了 這一個對於MISS FACE來講 更是雪上加霜 這個紅都搶到了 吸野笑了 现在就是他的表演 来看一下刚才这波回放 康地一波精彩的开团 黄子抓不住你双C 抓你辅助 这一波开得太好了 大树的一个大招 引流住了对面的人 乐佛兰是闪现上去 科技敲热的主动效果 带走小猫 同时在击杀露露 对 而黄子 闪现躲开一波残血的一个进攻 再一个EQ 这一波W1的终于站出来了 刚才那波遭遇战狼 是两进两出 而且还都没有死 上一波团战 我们看到大舅子提供了4000的伤害 而中单希也提供了3000的伤害 这波大舅子虽然没有拿到人头 但是输出爆炸 双C顶对面全队伤害了 没错 输出是死死打到了对方的前排身上 对 虽然希也伤害小了一点 但是全打脆皮 他的收割嘛 毕竟妖姬是一个偏收割的英雄 对 这波霞拿到了无尽 大舅子这一波输出 要究竟爆炸 而且现在有点进阶不暇 中单塔先让掉 而且确实你发现Massface在处理猎势局 中防守做得也不是很好 对 哎 这波有点痛啊 直接露一套帮帮Vivo直接打到半血 现在有红buff的 这样一个bill 三件套的一个大舅子 下路已经把露鲁大招给逼出来了 让他推他 看一下这波血量已经非常低了 有一个大兵在前面 怎么挡得住 这样基本上是兵不血刃就推一路了 没错 都没有爆发任何的战斗 最关键的是现在大龙buff还有一半的时间 你能放一座塔 那么你第二座塔干什么手 大招定地旁地 正义荣耀的九五星过来回就 看你回的天方之间 直接做了朱美EQ过来出坑 坑里留下一个朱美腰机踩下去想偷手吗 看腰机的因为是直接秒掉路路 但是正面飞机被打鱼套之后 往后撤出来一个大蟲子 闪掉了大舅子 两下连累收掉阿玛瑞 朱美只能往自己基地负地Q 这两个可以直指对方的右招 你先把维扬 下路的一个比赛很不错 对面三个人还是要进行一步防守的 踩维扬的速度很快 这边开启大众回血 但是风雨的回血太给力了 对于MSM来说 这一步没有办法守住 自然之力隔绝了对方的防守 抗体EQ过去捆进水拳 卡里亚水拳还没有死 非常漂亮 夕夜在水拳里面 撒在那个小炮 我们恭喜W1 恭喜W1 拿下了自己在世界赛小资的开门骨 成功的战胜了来自LCS EU赛区的Bizfit 我觉得前15分钟我们看的还是挺揪心的 没错 一直憋着骨劲 然后后15分钟之后 这个真的打得太暢烂了 其实说回来 又是康迪在第一波站出来了 第一波下路抓Lulu的时候 就抓住了Bizfit的一个命门嘛 就是这Lulu 没错 我们一直提到的是双C摸不到 没关系 就抓你Lulu 这把康迪他的一波抓下 再加上西叶的第二波支援 以及康迪的连续节奏 峡谷先锋 小龙 其实基本上就让对面直接崩溃了 包括中期配合要进了一个进场 我们希望每一场在W1比赛公共 我们都能听到恭喜W1的声音 我们也再次恭喜W1 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也稍事休息 期待一下一会儿的第三场小股菜对决 欢迎回来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W1 这一局应该说 打得真的非常的漂亮 而且如我们所说 其实Misfits在陷入烈士之后 她很少会有翻盘的一个举动 因为她们太过保守了 其实我们前面在下面看的时候 还是蛮紧张的 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过 就是阵容来说的话 往后面拖 其实Misfits这个阵容会更强一点 但是前面一直十多分钟的时候 金击叉一直咬着的 但是康蒂在关键时候 把节奏点找到了 就针对露露 几波的一个击叉 把节奏点给滚起来了 对 给个信息好吧 这局比赛只有上一局的一半时间 对 真的就不到一半 而且最后是一个林峰9-0 对 因为这一局 W1应该说 也把对手眼睛都够透彻 就是在前期打爆他们 所以说在我们一开始 猜阵容的时候 也没有想到 拿了一个如此前期了 就中单一个邀机 然后配合打野到皇子 前期疯狂搞对 一般来说的话 平常看到 W1在之前的一个入围赛里面 他可能都是说 一个前期偏发语 但是这次面对Misfits 他们知道 如果这次我前期直接打赢的话 他们很难在后期翻回来 所以他们是选择一个前期阵容 来进行一个对阵 选择打了7寸 看下这一局比赛来讲 这个经济走势图 应该说从18分钟开始 就一路飙升了 应该就是从拿下一血之后 就一直脸压着打的 因为我们前期一直在说 只要在20分钟之前 拿下Misfits的500块经济领先 这一局比赛其实就稳了 然后他在当时拿下一血之后 我们就稳了稳了 因为这个数据来说 其实有一点 就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就是Misfits他在上个赛季 落后500块的情况下 他没有翻过盘 这个有点夸张有点 前期能力可以 但是后期能力 还是需要再锻炼吧 而且这一局比赛也看得出来 在全方面的保护之下 大舅子还是打出了最高的输出来 而且Misfits这场 其实他们打的也 还是有点保守 因为他们选阵容 没有选自己擅长的一些 进攻性的一些英雄 选的基本上都是一个 发育的双C 包括坦克性的一个上野 就他们前期 没有办法去找节奏 是的 不过他们前期 还算是给到了尊重了 在搬人的时候 W把机器人搬掉了之后 对手立马把大嘴给封锁掉 看一下MOB给到的是 西叶的妖姬 这一局西叶差一点超神 7-0-0 9个人头吧 对 9个人头 7个是他的 这局确实太开热了 因为妖姬在我们的 常规印象里面 就两种的一种默默无闻型 打到后期没什么 有另一种 就前期暴达开热 秀的飞起 对 秀的飞起型 然后这种的话 就是属于秀的飞起那种 在前期抓住了很多波节奏 让对面辅助的一下路 非常难受 突然想起来 一个镜头比较可惜 当时他在上路 偷袭露露的时候 只差3DC把露露斩了 如果那个人都拿掉 他就超神了 E技能或者说是平A 只要那下出去 现在就是一个超神的西叶 虽然说比较可惜吧 但是我们还是恭喜西叶 再一次拿到MVP 因为昨天在第一场比赛里面 RNG中单小虎 也是凭借着瑞兹拿到MVP的 今天又是风水流流转 转到了中单这里 这一场来说的话 整体WE也算是 其实康蒂也有很多的功劳 他是在默默打开了一个节奏 并且要中路发育起来 对的MVP可以看到 他们对于WE的研究 非常的到位 因为在前期 WE特别喜欢照顾下落 所以说RNG当时闪现 捏得特别死 在Condi第一波 Gunk下落的时候 RNG瞬间交出闪现 其实就已经是 有一定的预警 在当时 就虽然闪现交出来 但是你无法逃偷黄泽大招 他躲的EQ 是躲不了大招的 所以也是挺可惜的 就那一波之后 慢慢把节奏给带起来 直接把下落二塔 两个塔全部推掉 没错 节奏起飞 这也是WE一直以来的 一个招牌吧 那现在我已经听到了 场下非常高的欢呼声 我们接下来 就把镜头交给采访期 看一下采访的是谁 好的 感谢评论期 让我们再次恭喜WE 获得了比赛胜利 让我们的采访嘉宾 和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WE Mystic 欢迎 Mystic 那接下来的话 开始今天的提问 第一个问题问一下 今天打这场比赛之前 Mystic有想到过 会这么轻松地拿下比赛的胜利吗 一场比赛 初め的问题 我们 Russo做完比赛 一场比赛 我们俊选的时候 我们一场比赛 最后会和我们俊选比赛 一场比赛 一场比赛 ız看完比赛 也是很出色 那米斯汀克感觉相比较 入围赛小组赛最大的感受和不同之手 之前的プレイ的选手更要强一些 所以我们要更努力的打 那今天的话大家知道 其实米斯汀克也一支EU的禁吕 他感觉这支队伍 今天的发挥和他们这支队伍的风格是怎么样的呢 美斯汀克的EU里格是真的好伤害的 今天比较比较平坦的 就是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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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首先他们选出了一些比较发育为主的英雄 然后的话但是他们前期太配合我们的打野了 所以导致可能我们演得比较轻松一些 那今天可以看到台下包括正在现场收看直播的 有很多支持LPLGW的粉丝 那获得开门红之后 现在Bitik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今天有很多粉丝来说 一场比较有关的 大家可以说什么 你感谢我支持 第一场比较能够贏的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觉得这个问题 你还是会翻译一下前面说的吧 他说第一场能来这么多人支持他 然后让他而且包括他也有了比赛 所以说谢谢大家 那今天可以看到其实在台下还有两位特殊的观众来到了现场 那他们的到来感觉对于米斯克来说 带来了怎么样的一种动力和鼓励呢 今天阿拉特特别的粉丝来来 二位同学来来 二位同学来来 兄弟有什么意思吗 我只能做得好 我只能忍赐 我只能忍赐 谢谢 就是他都妹妹来给他加油 然后让他更好打 所以他说很感谢她妹妹 那最后一个问题 接下来的话 米斯特克包括W的个人目标 又是什么呢 对于本次的全球总结赛 今次的博士W和 米斯特克选手本人的目标 是怎么办呢 首先目标是 他说肯定能拿第一是更好的 但是先到八强再说吧 好的 让我们再次恭喜W 感谢米斯特克 接受我们的赛后采访 稍后的环节将会是送福利时刻 感谢米斯特克 杜牙